就這個單元來講的話,今天下個單元是靜摩擦力 那磁性重心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地方還需要再稍微採用 它其實最大的差異性在來說 我們剛剛講的,它是用重心的話 好,在參考圖裡面它寫的是,重心是用w乘到xc會等於sigma wi乘到xi 然後重心的話,直心的話是xmxc等於mixi 這最大的差異性在說 這個w指的是重量 這邊指的是質量 重量跟質量在地球表面是差那個g 對不對 所以w等於mg 是不是? 可是當你的重量場是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g是不一樣的 這個差異在這裡 但是在地球表面,因為w等於mg 所以g約掉了 所以這是相等 這個xc跟這個xc一樣的位置 但是當你的場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g所在於你的場不一樣的時候 結果可能有差異性 結果在這邊有差異性 請教練有沒有什麼差異 不是應該是只有不均勻的重量場才會差異性 因為不管我的g變大變小 它在兩邊都會消掉 不一定是這樣 不一定是可以消掉 比如我剛剛講 假設你的位置會影響 比如我舉個例好了 這是地球 假設我有個太空站 很大一個 你看地球的直徑 1.2萬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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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的距離呢 是3千公里 這個點跟這點的重力場會一樣嗎 我這邊可能感受到的是2分dg 我這邊感受到的是3分dg 你重力場是不一樣的 對啊 所以這不就算是不均勻的重力場 所以它的重心就不會一樣 所以只有在不均勻中力場的情況下才會那個 而且呢 這個重力場是朝這個邊 這個重力場是朝這邊 它方向很低 因為就重力場那樣 它指向圓心嘛 所以它角度也不會一樣 所以在計算的時候 它的重力場是有角度的 它所瘦的力是有角度的 所以當你的距離夠遠的時候 長度夠長的時候 你可能感受到重力場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能直接用磁心去整個重心來看 這結果是不一樣的 好 我們一個簡單的題目 這個有類似的題目 但是我有特別簡單的題目 一個正當題 A B C D 均勻的木板 均勻的材料 綠板 然後呢 我這邊 二分肌的 二分肌好像太好了算了 我們在三分肌的位置 假設是編炒L 三分肌L的位置 給它一個支撐處 頂住它 它可以平衡吧 我就把三個點頂起來 把這板頂起來 請問它J點手受的力是多少 A點 A點手受力是多少 受的力 要算出它是幾個 總共量 它的質量是M 所以A點受到的力是多少 不會啦 不會那麼難算 假的算 然後我來想想喔 呃 三分肌L 三分肌L 你是用想像的嗎 加油 用力局啊 你剛剛不是上個力局了 好 喔 對 對 對 這個是正方形 正方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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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找A点的支撑力 我们如果画一个例比图里的话 该是这边放个柱子 这边放个柱子 这个点放个柱子 把这个点停下来 那这个正方形的边档是L 那这个地方的距离是3之1L 那我的问题是问说 这个地方 这个A点 这个地面给他A点的支撑力是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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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姨 YE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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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一个算的节目 80乘以XC 那个啊 嘿 他 我可以说 这边是 这边是其中一边 开始算 算 你这个点是随便点的 随便抓的 嘿 所以 如果我设施从哪里 那A点的受力 你就会变成零吗 哪里 你这个 我会转到点的 就是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呃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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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成零 是因为 他跟 他的这个距离是零 对 但是如果这个距离是在这里的话 那他不就归零了吗 A跟B就归零了 没有 那只是你在 他对地区没有效果一点 所以你用这点算 也不会 算不出 算不出你的A是多少 所以我应该用这一点 你可以用这一点才算 可是这一点的话 对我讲的变速有A跟B 你就算A跟B是多少 对我用这一点 可是你用这一点来算的话 你有算的变速吗 所以基本上 你应该列出两次 至少是两次 难不及 是这样啊 你用这一点先算 算出谁 先算出他嘛 这是1点嘛 我们要先算出1点的瘦率是多少 下回来 你要先算出1点的瘦率是多少 算出来之后 我们再用这一点为支点 算出A点的瘦率是多少 再算出来 对不对啊 对 应该是这样 对对 这样 这种情况是 假设你在设计第一个物体的时候 你需要算它的支撑力 因为你要知道它的支撑 柱子是应该是多大一根 你还不会断掉 那个3GM是A点的 3GM是A点的 这边档是L吗 这上面有个3GM 3GM是 加弘猜的 加弘猜的 刚加弘猜的 要跟这 所以你可以跟这个 在公布答案之前 它也可以跟正 额 그렇 7GM 可以跟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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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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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陈伟同意 家伟说不好 我只是觉得 这样看起来我就会去第一个答案 如果是这个答案正确的话 就是第一个 我们等一下就请家伟上来试算一下 那个解题的方式看 一把算算的结果 你要懂什么意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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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呵呵 來 江洪的那個好多塊技術有變高一級的嗎 呵呵呵呵呵 這是職財真的是算太老闆 呵呵 還是一斤 這是換一斤了 一斤也比 那個老師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空間來找 好 你要跟他聯絡一下 應該說我們先找看看 學校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人有興趣的 然後找個時間是可以的 什麼時間是可以的 可以跟他談一下 什麼時間是可以的 我們的學校 我們同學的時間 他的時間應該是還好 就跟他先講一下 他要先排開 不能說今天下禮拜 這樣跟約下禮拜訪沒辦法 約下約應該是OK的 你可以約登上完之後那個時候 也還可以嗎 他說他需要三個小時 嗯嗯嗯 那個找個禮拜二是好給他 可以啊 好 我們請江洪先上來告訴我們 他怎麼算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蛤 那怎麼看是他三個字啊 有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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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算的 快點 那個 那個 怎麼也知道 就是呢 感覺像 看起來就像三個字 因為 因為 它是 它是一個M 然後 它 有三 三個人支撐點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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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看起來很平均 所以呢 就 各自三分之一M 耶 所以它就會定在牆上 好 問一下 AVC AVE 三個助手誰吃力最重 A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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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A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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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T 是嗎 靠重心比較近 因為這兩個等距 這是最近的距離 所以它靠重心比較近 所以它是視力最重 這相法是合理的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位置移到它重心下面的話 基本上AB是不收力 只有1在收力了 對吧 那沒問題吧 所以它靠重心越近的地方 它收力越重 那我們來想一想 這是怎麼算 基本上我們可以先想一下 假設這是X軸 這是Y軸 我們以Y軸全轉 可以吧 以Y軸全轉 把這邊Y軸的成功的話 這邊所得到出來的轉動力矩是多少 是不是質量 乘數多少 二分數L 它在等什麼 等於E所造型的效果對不對 E要跟它平衡 E是要平衡的 它平常是反效果 但是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用E在上面 所以我們的F1乘數多少 距離是F1 F1是什麼 距離 然後我們就把它改成小E E點的支撐力 E點的支撐力 乘到它的長度 是不是一個力矩出來 好 距離掉 所以我們就知道 E點的力矩是 E點的力是 2分之1m 怎麼說E點的 好 那我們來看 接下來我們用X軸來旋轉 X軸來旋轉 X軸來旋轉的時候 一樣這邊是m乘上2分之1m 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有兩個囉 一個E的效果 一個是A的效果 E的效果是多少 好 一樣是F1乘上3分之1l 加上什麼 FA乘上L 是不是 好 那我們開始約 L先約掉 對不對 這個知道吧 這個多少 2分之1m 2分之1m 對不對 所以乘起來多少 6分之1 對 所以6分之1-1-6分之1m 等於 A 對 所以點什麼 6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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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點3分之1m 就 加王正傑 欸 什麼不算 好 那你不能亂解好不好 真的要亂解就解了啦 你不服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個是拆到啊 那拆到也是拆到啊 好不好 拆到就是 那那個 我要點捷 點捷過程就不了 那你應該剛剛 直接說 我可以解我來解 我解 好不好 而且我解法跟你解法不一樣 不一樣嗎 那你說看 我解法是比較幾個解法 OK 好 3分之1 好 3分之1 所以呢 它要平衡吧 所以一定是 這塊面積有個力局 然後這邊 塊面積有個力局 才能讓 這邊 平衡 然後我就會到這邊這樣 好 就這樣 那你說看 接下來什麼 接下來很簡單啦 把它分成去解 因為 這塊面積跟這塊面積一樣 而且他們 的 那個 重心 位置也是 相對這樣的 所以 可以把它消除掉 消除掉 消除掉 我們知道這塊面積的力局 剛剛被這塊面積消掉 好 再畫就這樣 這個 好 過了 好 好 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的面積 的 重心應該是在這個位置 對吧 重量 而且它的重量應該是 什麼 3分之2 2 然後接下來看力局 以這條線 來講 畫 畫 對 像這樣這樣 這個力局 跟這個力局 應該要相同 但是 他們的這個力局長度 多少 可能 從這邊 這一個 再加 欸 對 算兩個 這邊有三個單位 然後這邊是有六個單位 所以距離是 2比1 所以這邊重量應該是一半 所以有三分之一 2 2 3 可以這具有動作是2比1啊 有 偏顯啊 OK 可能畫的 關係不太好 但是 2比1啊 好 你們有懂 成為例子嗎 成為例子是 他沒有用XY軸來轉動 他直接拿這個軸來轉動 他直接拿這個軸來轉動 直接拿這個軸來轉動 這個面積的轉動 跟這邊面積轉動 是已經消掉了 所以只剩下這邊這個面積的轉動影響 所以他直接拿這一塊面積的重心 位置 來去算 這一點所需要承受的力 因為 就這個轉動線來講 這個點跟這個點的轉動力都是0 力矩都是0 對不對 A點跟E點的轉動力矩都是0 到底吧 只剩下 對不起 B點跟E點的轉動力矩都是0 只剩下A點的力矩 所以A點的力矩 要等同這一塊重心 所造成的力矩影響 用那種方式來算 這個東西是合理的 只有到這邊距離的部分 合理啊 這邊都合理 但是 我還在想說1 2 這個比例是 你說3比6 距離也合理啊 因為 我還看得出來 那你這邊的都等長嗎 嗯 等長嗎 對 那你這邊畫線過來啊 你就畫這條線啊 嗯哼 那這條線也是中間的一樣啊 這是中間的 嗯哼 所以 如果你要畫真的 這邊也是等長啊 對啊 對啊 那你這條線也跟 這樣 OK 所以 好 因為 這是平行線 所以這是兩個平行線 這第三個平行線 就是這個三倍 對不對 但這一條線 我們就有到那裡半 所以是1.5倍 那這邊有三段長度 三段長度 所以是3比1.5 所以是2比1 2比1的話 然後它重心位置是在它一半的位置 所以 它的 所需要的力就是 它一半 所以它是3比2嘛 所以就在1.5變3比1 OK 好啦 這個算回 這樣會有巡視的感覺 好嘞 好 這一題 這樣OK嗎 經過這樣解釋OK嗎 好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 上網查一下 大小中心 炒羅牌可不可以戴進去 我們會進入那個 摩查力的話 太多了 那我已經沒有小超 這麼多張 我看一下 課本 課本用的 課本用的具體 怎麼用的具體 他用四分之一 我是用三分之一的 課本再翻例六 翻例八元 好 好 好 我們現在在 討論摩查力 進摩查力 大家應該都 有經驗嗎 經驗 你說每天 早上穿鞋 走路的時候 不是啊 沒有你推東西嗎 我必須要推這幾次 或是要拉分它 我 我如果是要有 我上前的力量 我會拉比較輕 我如果有人坐著 我根本基本上 可能拉不動 因為它摩查力很大 對吧 那如果加爐子 那就更輕啦 對不對 成為坐在椅子上 大概推不動 可是成為坐在一個 有爐子的椅子上 就推得動 因為摩查力變小 那摩查力為什麼變小 就這個東西來講 它向下壓的力量有沒有改變 那成為坐在一個 最一般的椅子 跟坐在一個有爐子的椅子 不能講爐子 有爐子的椅子 這個向下壓的力量有沒有改變 中硬沒有改變 那改變了什麼 輪子 輪子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就一個摩查力 譬如我要就克服它 實際上我都克服的是摩查力 我不用克服它質量 很多人會直接想說 我才克服它的質量 我什麼都需要克服它的質量 我就把往上取開 克服它的質量 如果是拖動它 我要克服的是摩查力 克服的是摩查力 我要推動它 克服的是摩查力 我們應該用FF好不好 這個是Flexion Force FF 會跟我們向下壓的力有關 我們的正向力 垂直於這個座位面的力 我們通常就叫做正向力的N N是Normal 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像垂直於這個座位面 就叫Normal Force 我們的摩查力是正比於Normal Force 所以我們通常會定義它說 假設我們要取它一個等號 會等於 這是一個係數 Mu Mu Mu是個係數 N是Normal Force 係數 係數跟誰有關 係數跟這兩個介面之間的關係 有影響 越粗糙 這個Mu越大 越光滑 這Mu越小 那什麼情況最好 就正常來講 需要它沒有摩查力 就是Mu等於0 算應該 所以要做磁服列車 為什麼要做磁服列車 磁服列車 磁服列車可以跑到時速500 所以它磁服列車沒有等於0 幾乎啦 只要有動物接觸就不可能等於0 有接觸嗎 但是磁服列車沒有接觸嗎 它跟空氣有接觸 但是在空氣有接觸 空氣有抹擦力 空氣主力是抹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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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就以地板來講 地板沒有抹擦力 地板沒有抹擦力 但是空氣有抹擦力 沒有抹擦力 不是 而且空氣主力 空氣主力的影響跟時速有關 空氣主力 所以假設 速度越快 它正比於速度 你速度越快的時候 空氣主力越大 所以有中端速度嘛 我的石頭掉下來 假設我夠高的話 它掉到一個速度 它就變成等速度去動 因為在情況之下 我的磨擦力會等同於我的重力 它這兩個相等的時候 我就等速度一動 我們就要中斷速度 這時候就要中斷速度 摩擦力 摩擦力的mue 怎麼可以跟空氣主力混為一盤呢 空氣 我們講 對 摩擦力通常只叫做摩擦 你跟東西摩擦 你跟空氣也叫摩擦 可是你在這邊是mue n等於f 所以你的應該指的是 你跟地板相互換掉 對 應該是指它跟它的接觸 因為如果是空氣的話 就沒有所謂的n 空氣來講沒有n 空氣是mue 空氣沒有哪個n 對 但是我們通常來講 你講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不考 空氣主力負裂武器 我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空氣主力負裂武器 所以空氣主力 我們要只有說法解釋來說 空氣主力當然不等於摩擦力 摩擦力指的是 作用面之間所造成的影響 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是跟我們的正向力有關 成為的意思是說 因為空氣主力沒有正向力 空氣主力沒有所謂的正向力 所以它不能視同為摩擦力 那如果就正常物質接觸的話 這是我們摩擦力的定義 差別在這裡 但是如果就廣益的解釋的話 我們可以說空氣主力是摩擦力的一種 只是空氣主力跟速度有關 它跟N無關 跟我們的正向力無關 而且事實上是沒有所謂的正向力 空氣主力沒有所謂的正向力 空氣主力它只有速度的影響 實際上不是只有速度的影響 它還有所謂的形狀影響 不是面積 不是面積 形狀 就是空氣主力 就是那個 對 譬如說你是正方形的 想要空氣這樣吹的話 跟零形的 跟船型的 那是船 好 子彈型的 跟這樣的形狀 好 以上 順便帶一下 空氣主力形狀 空氣主力最小的是哪一種型 水滴 不是流線嗎 子彈 不是流線 是流線 水滴型 水滴 什麼 子彈呢 往來一邊 往這邊吹 這樣是最流線 這樣是主力最小的 真的喔 好帆子 好可愛 然後 你船 一般船後面要收個尾 也會減少阻力 就是要模擬這個尾巴 船的尾巴 如果做出這樣一個形狀的話 也會減少不太 不是前端那麼寬嗎 前端大 我畫得要寬大 它是一個 你把水 要滴下來 快要分離得耐撒 那個形狀就是最好的 不是 所以它前端不是越減好 不是 它是有點遠的 那一般來講 像我們的船 會做成這樣子 這尖端主要是要破浪 是要破浪用的 但是如果算主力的話 這是最好的 這是主力最小 那你到 音速的時候又不一樣 音速的形狀就一樣是尖端的 音速不能做成這樣子 好 再次音速就是 低於音速之下 就是做成這個形狀會比較好 好 終於主力就是 以外化 好 我們就我們的摩擦力來講 就是這個概念 但是摩擦力很特別是 讓我們的力量 你在幹嘛 沒有 我在施力跟摩擦力的影響 好像畫錯了 一寫就錯了 我一個物體 我再施力給它 我當我沒有移動的時候 我施力會等同有摩擦力 它沒有動 對沒有動 可是它移動的時候 發現就這樣 所以一個限量是 它掉下來 它摩擦力會變等值 它變等值的摩擦力 那這時候 就是我們要做動摩擦力 那這一點叫靜摩擦力 最大靜摩擦 最大靜摩擦 好 現在最大靜摩擦 我們要怎麼測量 如果有想像 我們要怎麼測量 這個物體的最大靜摩擦力 是多少 用怎麼測到最大靜摩擦力 就是 就是 在動它 剛剛刺了多少壓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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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的這樣 有個做法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平面 我把它放在平面上 假如我測量幾個是平面的 最大靜摩擦力 我可以把它在平面舉高 去 去 舉到滑動的時候 它就停止 那個角度就可以代表它吸收 所以請各位算一下 好,這物體呢 舉到這個角度,它剛好可以往下滑 請願它摸它進入多少 不知道啊 計算啊 重量,我沒告訴你這個表不重量 你可以夾誰 不重量 不重量 你也算一下就知道了 他指標是MG 指標是M啦,重力是MG 加上重力加速變重力了 對,重力是MG 角度是Tina,在Tina角度開始滑動 請問這兩個之間的摩擦係數是多少 那正效率怎麼算 正效率就是分力啊 你看這邊有 這邊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 正效率就是MG的分力 對,分力啊,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垂直這個平面跟平均這個平面的兩個力 對不對 垂直這個平面的力就是正向力 平均這個斜面的分力就是向下滑動的力 這個是向下滑動的力 不是向下滑動的嗎 另外一邊 這 providing 插動的力量 那邊可以把這些滑動的力量 這邊可以把這個滑動的力量 这边是3 这边是cos 这个是cos 这个是3 tension 对啊 tension tension 所以不用tension tension 出过来吧 还是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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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在里面就是真相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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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式把它除下去的就是Fm 跟这个 m 这个m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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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它就是 刚好这个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那个 所以呢它就是这个tension 所以它就是这个tension的意思 我赛就是tension ok 非常好齁 好 现在我们再加一点 诶 为什么成功也有一点 诶 为什么成功也有一点 诶 刚刚也是因为算法 你不是 你不是 你刚才也晒到里面不错 哈哈哈 你不是说只有最先算 是不是 最先的啊 但是你是赛出来的 我会算你一点的诶 你要怎么样 好 好 好 这是近摩擦 算法这样 那 怎么测 动摩擦 他怎么猜 动摩擦 就本来猜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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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理论词在减 在跟实际值的比较 应该是要知道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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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加速度可以啦 但是比较慢一点 有个简单的做法 简单的做法 简单的做法 可是它 如果是可以的话 但是答案是对的 有那种同一个吗 要从前面的斜面吗 冲 要在前面 应该是用平面 你用一个可以测试的力量 去推那个物体 然后这个物体在 因为我们有公式 所以知道理想值 它会移动多少 但是它实际上移动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 那个是已经在动的物体 动摩擦了多少 就是 动摩擦怎么测量 我就说动摩擦怎么测量 一般刚刚讲的一个测量方法 就是 我按照这种情况 它已经太动了嘛 因为它已经进摩擦到了嘛 已经超越它进摩擦 它太移动了 这时候我就算出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知道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 我的 对啊 因为我这边所做的 向下的速度 向下的意思是mg sinc 对不对 那我今天把我的 点掉的动摩擦 呃 呃 动 就等我新的力啊 合力啊 新的合力 可以得到一个加速度嘛 加速度 带回来 就可以得到动摩擦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个做法 是的 这是哦 但是 稍微一点点麻烦 再征求另一个方法 你不是说有方法就加分了吗 对啊 有方法 对啊 我说 我没有说这个方法不可以 这个ok的啊 我说谈何方法 哎呦 哎呦 就是推然后只要 无论子 然后去剪掉 你刚刚讲的东西 反正我 因为我们实际上 我们用推它 我们这个力量很难固定嘛 很难推的定值啊 现在只有重力最好 我像刚一板讲的没有讲 我用重力 因为重力是定值嘛 所以我在这时候聊到 那加速度就是 我就知道它两个箱子 就是两个力的作用啊 两个力的作用 我就可以知道动摩擦是多少 因为它动摩擦力的影响 哎 有没有稍微简单一点的方法 动摩擦 嗯 好像有学过 学路 打电计时器 好 我们就 跟他说没关系 他开始动摩擦力的加速度 对不对 你先把脚度放下来 放到某个角 就把脚度放下来 他开始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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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变小一点点 小到他等速运动的时候 蛤 可以这么刚好吗 那没有刚好 你看他变小 你就知道再打两个范围 你脚度可以慢慢调 他开始有点是去等速运动 所以这就是 因为你这个 可是你对于这个实验上 你要有很长的斜坡 你要很长 然后可以移动的斜坡 刚刚好就动摩擦力 那只有一个角度是等速 这难度很高啊 因为你要让它动很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平面 好 然后你放的东西是这个问题 然后你要慢慢调出 他等速运动的 还是加速度很慢 还是怎样 哈哈哈哈 就是 要很长 然后要很长 而且要很清楚之后 他就是刚刚好 等速那个 没有很简单 这也有实验上的困难吧 因为停了 好 我在停的耐上 是不是应该是我的 没有啦 现在是等速 我还要讲的是 你在等速 我到等速的时候 刚刚好 我到下一点是不是就是 减速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可以 可以看到减速嘛 减速不要弄观察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只差那个角 差那一点点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 我就是假如我现在要量 譬如我们要测量就是一个 很快可以知道的结果 但是可能有个误差 一定有个误差 不可能知道刚刚准 譬如我现在开始往上抬 好 他要开始移动 你认为我抬到那个点 是刚好他 他的移动 他如果 一定会不喜欢抬超过一点点 应该有吗 应该会超过 会超过一点 但是 anyway 我觉得他是可以的 应该会在5%以内 应该在5%以内 就是这步伤 可以被接受的 懂意思 那同样的 我今天他开始移动了 我开始往下调 最好是 那位观察 你会拿 你如果不给够长的距离 他到等速那个其实 我知道 我一直 这只是一个 一个测量方法 在我们没有一个很有效 因为我只要测一个角度 我不下去 因为测下速很麻烦 我必须有 不管是打点77 打点机有更多的影响 因为打点机在摩擦力的影响 我如果是摄影机 我还可以解析摄影的画面 然后去算他的 位置 我只要用太方便 喔 对 不是只有能量推下去 没有 按摩烈摩擦 目前可以推进摄影机 摩擦会摆掉 然后侧旁老角 但是 这就是变成还能过一层 就是跟一般所讲 你要去做分析 你要做画面 那这不是本来就是应该 你如果要知道 也是要做那刚才 這個沒有,我只要,對,就是 我剛才講,你們現在正義點在等數根本很難距離 對,很難啊 那我現在開始加速一下 你只能用高速攝影機去知道他有沒有 我這樣測一個角度 我多做幾次之後,我就可以抓到大概 近視值 這是一個很快的做法 因為我一樣推定角度就好 所以我做無限時 就可以得到正確答案 就是譬如說,好,我剛才聽說 這一次 這個已經是遠低於嘛 對不對 你就直接用手推他一下就好 為什麼不能拿彈簧推他 不拉他 因為你拉的過程當中,他還是不會同樣膩 不會同樣膩 你在施力的時候,你的手不見得會 用機器 或者是掉一根線,然後綁一個拔他 欸,兩個,三個 我就知道,隨便來 這當然是可以啊 就是慢慢調啊 對,可是一樣喔 那個東西只能找最大金摩擦 你要找動摩擦 為什麼,是因為他有個重量 他本來如果沒有摩擦一彎應該都快 然後他現在有摩擦力,所以是多滿 不是嗎 就是假設他沒有摩擦力的時候 他有這個重量的時候,他的速度應該是多少 對 因為他現在有摩擦力,所以他減少了多少 但不算多少 是嗎 你開始克服進摩擦的時候 他開始有加速度嘛 他是有加速度運動,他不是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那你加速運動的時候 我要用 因為動摩擦 那 你只要力量不是剛好等於動摩擦力的話 一定是有加速度運動的 不等於動摩擦就有 好,這是 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這個演示只是說 這是一個我們在沒有器械的認同狀況之下 你很快想知道靜摩擦 最大靜摩擦跟動摩擦的 大小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容易估算的方法 對不對 你不用去認了其他的方法去協助你 這是一個最大靜摩擦的方法 好 好 OK 所以我們靜摩擦也知道了 動摩擦也知道了 所以我們 也知道那個 所以我們那個挑戰題 挑戰題 挑戰題 挑戰題可以用 挑戰題可以用 挑戰題 可以算塔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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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握起來 可以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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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有個物體 好可愛 哪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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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瘦力了 第一題 第二題 A點跟B點 A B 瘦力未來 假設剛好這一點 它不會滑倒 它現在到底是會滑倒的 這面是光滑平面 這面是光滑平面 就不用掃算了 這邊是光滑平面 這邊是有摩擦力的 請問 摩擦係數是多少 它才可以不用滑倒 它才可以不會滑倒 這應該很生活化的題目 對不對 有嗎 再請出這個 滑寶 誰想知道要滑倒 你看這樣子 對不對 我現在稍微角度大一點 你看它滑倒了 喔不會滑倒了 一定要這樣 好 它開始滑倒 已經講摩擦力 摩擦力不夠了 它在某個角度之下 摩擦力會滑倒 可是我現在假設這個角度 它不會滑倒 摩擦係數最小 摩擦到什麼程度 假設沒有摩擦係數一定會滑倒 不管什麼放一定會滑倒 除了你垂直 對 除了你垂直貼牆壁它不會滑倒 因為這時候 在加力向下你沒有水平的分力嘛 可是當你有一個角度的時候 它一定有水平的分力 假設你摩擦係數是很小很小的 反正一點也好 它還是會飛出去 對 所以這時候一定有摩擦係數 可以比抗它滑倒的力量 摩擦係數應該是要多少 它才不會滑倒 可是... 效率快 好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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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有菜 我在洗一下 我以為 就是 就是 在這情況下 A點跟B點的受力為何 好軟 受力 對 你要說什麼 我在說 要我給你吃 不要 我不會吃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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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我...我... 他... 我覺得他分力感來看不剩一般耶 不剩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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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答案嗎 我沒有答案